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来到了此次的目的地 盆堂区 盆堂区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安详 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 此时画面一转 来到了男主这儿 男主是一名消防员 此时正在进行救援的任务 一辆车掉进了一个坑 嗯 小编这么一看 这车能开到这种环境 恐怕车技有待提高啊 车子里需要救助的就是我们的女主啦 终于在女主的努力配合下 男主终于顺利的把女主给救下来了 男主在想着和女主有着进一步的认识的时候 女主来了一句 不用说得这么高丧 只是你的旨意而已啊 顿时把男主一切想说的话都给堵住了 幸亏119人员成功把男主推开 这才画起了男主尴尬的场景 嗯 小编心想 我这还没开始认识呢 你就直接拒绝我啦 回到消防队的男主 正在和队员在讨论今天救助的女主 刚说没多久就有人告知 今天被救的女主过来找男主了 哈哈 男主顿时兴奋不已 因为女主是为归还衣服 所以才找到自己 这一见面果然是换衣服来着 还顺带请求来找男主帮忙 请求男主帮忙去坑里找自己的包 声称其包里有很重要的资料 男主不愿去找 说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内 这顿时把女主气坏了 想着自己下去 结果刚刚跨过护栏就摔了一跤 说着说着最后和男主不欢而散了 画面一转回到了当初偷渡的集装箱这边 猫老哥猫老弟两个人冒着大雨拿着工具 成功的把集装箱上的锁给打开 这不开还好 一开顿时把他们两人吓一跳 偷渡客们几乎全部挂掉了 小兵心想 这么多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 换我我也要挂 兄弟二人走近一看 一双手突然抓在了脚上 原来还有个自带流感抗体的小孩没死 趁着警察吸引到了猫老哥的注意力 唯一生还的小孩趁机逃走 这边咳嗽不止的猫老弟来到药店就诊 医生以为是感冒 就随便开了副感冒药给他 岂不知 这流感通过猫老弟的咳嗽 已经传播给医院的其他人了 这边来到医院的女主 因为资料丢失 导致受到其他同事的责怪 而女主不知道 男主带着另一个队员 正在偷偷的帮自己把资料找回 男主他们正在看 这包里有什么的时候 电话来了 一看是女主的女儿小美打来的电话 沟通之后 男主把女主的包带到了学校 还给了小美 流感通过猫老弟的传播 在此时进行了第二次的传播 作为猫老弟本人 则一口老血喷出 这边女主收到医院的紧急电话 说有个病人很危险 这个病人不是别人 正是猫老弟 女主不愧是女主 随便这么一看 就看到了手机里的视频 视频里集装箱里的人都死掉了 那么病毒可能是来自这儿 就断定这流感是集装箱里传播出来的 啊 小编心想 不检查 看看视频就能知道是什么病了 哼 真厉害 随后就赶紧去问猫老哥集装箱的事情 猫老哥哪敢承认啊 正在想办法溜走 正好手术室传来噩耗 弟弟撑不住了 猫老弟正好借机大展神威了一下 急忙冲进手术室 看到弟弟死了 画面一转 小美在地下室停车场 正在寻找一只流浪猫 一辆车突然开了进来 幸亏小孩拉了一下小美 结果猫没有找到 自己却被小孩给救了 小孩也知道自己的病很危险 让小美不要靠近 但是小孩还是没有惊住 小美美食的诱惑 吃起了面包 小孩又开始咳嗽了 小美赶紧找了男主 想让男主帮助小孩 但是回到原地的小美和男主 并没有看见小孩 小美便要求男主带他去找小孩 就这样男主被小美拉着 在大街上找着小孩 小便心想 小美女卖萌 连消防炎也挡不住啊 医院方面赶紧派人去收拾集装箱 细心的女主发现 地上还有一串脚印 就发现还有一人跑了出去 在此时 感染流感的人们开始出现了吐血 路人 新娘 司机 各式各样的人都被感染 连医生们自己都有被感染的 医院没办法 想把这些负责研究的医生 给保护起来 女主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自然是不肯一个人跑地 终于在超市的时候找到小美 也看见了同在上小美的男主 超市的情况也很糟糕 也有人开始吐了血 警方准备将防盗门关系 这可把男主他们吓坏了 赶紧跑出去了 女主作为研究的专家 赶紧打通电话给上头 让给留出三个位置 想拉着男主一起跑 这时的男主突然亡霸之气外放 说要留下来救人 嗯 小编要在这里给男主点个赞 职业心满满的 不愧是消防员 女主也就没多想 开着男主的车就走了 到了飞机准备上机了 结果小美突然咳嗽了一下 检查人员就不让女主上飞机 女主不忍抛下小美 就和小美一起留下 流感传播的越来越严重了 政府方面决定把盆堂区给隔离起来 分辨感染者与未感染者 女主在给小美梳头发的时候 发现小美也被感染了 但是作为一个妈妈 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直接带小美来到了隔离区 嗯 小编心想 母爱就是伟大 男主此时也来到了隔离区 女主为了不把流感传染给男主 就远离了男主 男主也不傻 也发现了小美被感染了 医院这里也找到了小孩 知道小孩带着抗体 立马把女主找来 安排女主提取病毒的血清 血清被提了出来 这边小美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眼看就不行了 女主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血清给注入进小美身体 女主也被打了一枪麻醉 小美被带走了 男主后面来看见了地面上有小美的发卡 于是赶紧去找小美 功夫不复有心人 终于找到了小美 而此刻感染者们也来到了这儿 看到这一幕都开始暴动了起来 在指挥所里 美国老怂恿着总理 对暴动的人们开枪 第一次 人们看到警察都拿着枪对着他们 他们还不信敢开枪 没想到还真开枪了 这把人们都吓坏了 赶紧躲了起来 女主终于来到警戒线站 小美此时也看见了妈妈 不顾一切的向妈妈跑去 就在快要跑到小美身边时 警方这时开枪了 女主赶紧为小美挡了一颗子弹 人群们仿佛被他们之间的感情感动了 自发的站成一排保护他们 此时总统通过监控 看到权益后的小美 向人群做了保证 此时大家都开心的欢呼了起来 影片最后被感染的人们都被治愈了 女主男主和小美最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该片告诉了我们 病毒不可怕 我们只要齐心协力 就没有什么不能过去的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可以订阅关注我哦 咱们下期再见